再说这个奇葩的这种德国的极品 之前呢学姐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就是规律吧 就是定律 如果呢你来自原生家庭比较糟糕的 内心是比较缺爱的 你哪怕是进入择偶或者说找朋友 你也不要找跟你家境类似的 然后呢她内心充满了恐慌焦虑愤怒仇恨 就是你尤其是在走的时候 那缺姐的妈呢 你本来呢就是地主家的妾生的孩子 这妾呢生的孩子这妾呢 她就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各种工具人来利用 这妾本身就是 她就是需要这种家缝里求生存的这种视景智慧 然后呢这个缺姐的妈呢是作为 这个地主家的孩子里比较受宠的那个 就是在女孩里呢 她是最受宠的 在这个兄弟中 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把爱给了她 但是呢钱不给她 财产不给她 还要从她那里挖钱的这种 缺姐的妈呢 本身呢她内心也是缺爱的 只是她意识不到 她一直在吹嘘 她是被家里最宠的那个 然后呢你说你遇到缺姐的爹这种 就是这种极度的情凶极恶 然后这种父母都是有极度的这种病态 然后有各种的连身体都有残疾 属于社会底层 最底层 就是属于农村里的最底层 一个是父母双亡 被她哥哥打出来的 嫁给这种死了老婆的这种二少活 还有精神病的疯子 一个是呢 在自己的家族里 这种被亏待的那个 因为那个缺姐的这个 几个大伯呢 都是医生 就是农村里当中医的那种 他爹呢 就被这个家族大家长安排 给全家人种地 全家族的人种地 然后他的爹呢 就信仰小 就疯了 疯了呢 然后又把自己的老婆 不知道怎么着 没保护好 又被弄死了 反正都是挺惨的 然后呢 这种 这一对啊 就是他 确实的 第一 他的父母就是比较 自己从受害者 变成施虐者 施暴者 然后自己生了一堆孩子 然后就把自己的孩子 就是都驯服的 特别恐惧 那你想想 而且他们是极度贫困的 这是共产党给了他们翻身 得解放的这种机会 缺解的妈呢 是来自地主家庭 被共产党打倒的这个阶层 你说你们两个阶层都不一样 但是你们其实都不是属于原生家庭比较健康的 那缺解的妈呢 她就特别的怎么讲呢 就说你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吧 因为你的家境不好 你的成分不好 你的政治成分是非常差的 那最起码你得 就是你凭你自己的直觉力 凭你自己的阅历 你三十几岁还没长到对象 因为跟他家境差不多的 或者小康人家的 或者是普通的人家的 都不会沾缺姐妈这种 就是第一个家的狗崽子 这种成分的 因为你长得再美没用 你有学历 你有什么高学历 在他们那年代 大学生是非常罕见的 那缺解的妈长得还特别漂亮 幼高有时候 在她那年代能长成一米七 一般来说就是以前那个年代 女的能长高个的 一般都是家里不缺粮食的 她没挨过饿的 就家族世代都没挨过饿 她才有可能有这么好的基因 然后缺姐妈 她就没有看看 缺姐爹又矮小 又形容猥琐 勾勒着 然后像个泪人园一样 你看看泪人园长什么样 北京园长什么样 缺姐爹就是那种类型 还没有泪人园的那个眼睛大 还是那种单眼皮 肉袍眼 蜜蜂眼 跟缺姐面积的黄眼妻 跟她就有点类似 就那样子 还嘴着 还翻着 缺姐 缺姐就看着黄眼妻 怎么看怎么觉得 她似曾相识 就是跟缺姐四爹那个婊子妈 长得特别像 还勾勒着 真的特别像 缺姐也是自己 没有觉察到 说自己喜欢找这种 就是给自己带来熟悉感的人 但是我是非常厌恶这种人的 缺姐就觉得这个人看着不陌生 他来跪舔缺姐来讨好缺姐来贴着缺姐 缺姐就没意识到 没有去好好的去调查和去审判这个人 因为缺姐那时候 就属于这种比较茫然的一个状态 但是一旦清醒了 缺姐就把黄眼妻打发掉了 就这种 那缺姐的妈 你在嘴的时候 他就没想到 是吧 就这个男人来说 就遗传基因来说 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遗传基因 他没有任何的这种 可传递的遗传性 生理特征非常差 他只会让你的基因池 污染你的基因池 你本身是地主家传承下来的优秀基因 你长得又高又美 然后脑子又好使 做人又比较磊落光明 比较大气 这种都是基因自带的 还有从小的这种环境 家庭环境带来的 你是你跟这种猥琐龌龊的 他尽管说缺姐的爹 也是个学霸 也是考考学考出来的 但是跟缺姐妈那种学霸 不是一回事 就属于这种内心缺爱的人 两个人走到一起 当激情期过后 也就说 就是这个缺姐的爹 还特别好色 他就迷恋缺姐妈 是个美女 学历又高 就是当这种迷恋 你的这种美女的外表 和身体的迷恋期过后 一旦是你被他上过之后 这种浓逼思维的男人 他就觉得 你的逼被老子操烂了 你就是老子的一条狗 一个奴才了 一个狗奴才 你就得为老子卖命 而是干脑徒弟 这种你说 缺姐的妈也不是 你不是城市里出生炸弹 你也是农村出生炸弹 农村的那些农民 那些贫困的贫农 是怎么对待老婆的 难道你在农村你看不到吗 你在你有限的农村生活 那几年你看不到吗 你听不到吗 等到这个 这个狗屌男人 这个丑丑男人 这个大脑里的这种 荷尔蒙示范完了之后 他就会进入内心情感的链接阶段 他希望对方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可是缺姐妈有孤独病 其实他们双方都是内心比较匮乏的 都想从对方索取 然后一旦双方满足不了对方的需求 怨恨之心就会升起 互相的争夺 想占便宜 缺姐的第一 先占缺姐的妈便宜 先把他自己工资的28块钱拿出20块钱 给了他那个农村的婊子店 那拿回家里就8块钱 怎么够花呢 而且缺姐的爹一个人吃的 他有这种农民的饭量 别看他没干重体力活 他是第一代进城的这种农民 他的这种饭量 农民的饭量还保留着 包括缺姐 都从缺姐的爹身上 移成了这种饭量 这是一个基因的可怕 这个缺姐的爹呢 吃的还多 一个人顶三个人 四个人的这个吃 就是他那8块钱 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缺姐的妈本身吃的就少 你别看他吃的少 但人就长高高 人基因决定的 人家吃的没口饭都没浪费 是吧 你说那他们来就开始 这个缺姐爹就先占缺姐的妈便宜 缺姐的妈也觉得自己吃亏 就故意的把自己的20块钱 给他娘家妈 娘家妈那个地主家的那个遗霜 切了 所以他们就争吵啊 打架还大打出手 冷战 两个人呢 其实确解分析 他们两个人的那家小孩 都处于儿童节奏 都把对方投射成自己的父母 等着对方来照顾自己 关心自己 理解自己 爱自己 本身内心就非常匮乏 所以付出一点点 如果没有得到超值的汇报 就感觉很委屈 觉得自己吃了很大的亏 心里很不平衡 然后呢 心里积攒了太多的愤怒和委屈 忍不下去了 就开始互相的抱怨 互相的伤害 成为了仇人 为什么确解爹 对确解 对确解啊 他去了 田风下了吊子之后 就咬牙切 说你死妈 你死妈 给我添麻烦了 你死妈给我添麻烦了 你说确解的妈也是 这么一个卑劣男人 你为什么要给他生孩子呢 生了孩子 你是一个活不长 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后大 能够健康的 平安的 就是内心没有缺失的 没有缺憾的 没有伤痕的 长大呢 就这么一个卑劣的男人 极度的人品人格 都扭曲的男人 他怎么能善待你上的孩子呢 确解的妈 他就穿 他都没有尊重他的 这种母性 你说你尊重你的母性 我绝对不会给你生孩子 就一看你这么卑劣是吧 生物遗传基因你就很烈 连外表你都没有 他妈的 连你就是性欲 我对你都没有 别说性欲 我看你连食欲都没有 缺解的妈的 他真的是被共产党给整怕了 整整秃秃了 他恐惧 他就非要找一个什么 根红苗正的 这种穷屌丝 穷浓逼的后代 来这个投靠 这就是一种的混账 哪怕你是你这种命运 不计 命运不幸 就共产党让你变成的这种可怜 成的社会 什么阶层比较低的 你也得咬牙挺住 是吧 这就是你的人生课题 你必须得完成 你不能依赖别的男人给你 这男人他只会占你便宜 缺解发现一大批 就是跟缺解父母同龄的 都是这种家境不好的 一个是缺解的爹的 这个北京高中女童桌 他这个女童桌是北京的 然后他爹呢 是这种北京大学的教授 属于知识分子酬劳酒嘛 也是对缺解爹 有种讨好 迁就 明明这个女童桌 是看不上缺解爹的 缺解爹非要自作多行 谁谁就看上我了 人家只是出于怕被政治争斗 政治斗争 就逼着自己 假装亲和的跟这么一个 河北农村来的这么一个丑掉死的男童桌 假装的热情一下 他就当真了 就对男人对这种认知低的男人 千万女性你不要示好 一旦示好 他就觉得 他对我有意思 我可以也占他便宜 操他一把 现在的 那个年代还没有啊 没有说婚前说 我操他一把 骗个泡什么 这是没有的 确解爹 他就想住非非 过了几十年 他都忘了 再有一个 是缺解的 以前的领导 他也是农村 就是那种多姐 一地的家庭 极度贫穷 他跟缺解爹是同龄的 然后他老婆呢 是资本家的女儿 南京资本家的女儿 他也是 就是说起来 眉非色舞的 就是他长得又矮又丑 然后他老婆长得又高 又漂亮 一看就是年轻时 个大美女的那种 还很吓 那种大气的 一看就是 他说这种出书 你什么家境 你一眼就看得出 他是来自很大气的 家境不俗的那种 看过这个 这个领导 他老婆 哎 你说 他就带着这种 就缺解的 这个男上司 这个男领导 就带着 天天带着洋洋自得的 你看我这么一个 农村的臭屌丝 我就能吃到天洋肉 我赖还没能吃到天洋肉 他就占便宜的心理 然后呢 这个男领导 自己背后地理 经常去嫖娼的 他自己他都说 什么去这个公派 去泰国这个出差 泰国的那些妓女就招他 特别喜欢干这种事 偷鸡摸鸡的事 鸡鸣勾当 就是这种认知低的 社会出身差的男人 往往是动物性 就是卑劣的 完全动物本能的 喜欢占便宜的 这种卑劣的兽性 特别明显 所以说呢 就是说你阶层 如果不是特别差 哪怕你原生家庭 或缺失 你千万不能找这种 阶层比你低的男人 除非你家也是 就是哪怕你出身 都是这种赤贫的农民家庭 也没见识过什么事 你都要尽量找那种 进了城的 第二代 或者说这种农转飞的 也比你找在农村底层里 就是赤贫跟你找 你以为这种男人会搬 当或者不是的 他认为他自己有不可求要的魅力 然后还觉得你占了 你想占他便宜 就更加的作戒你 来寻找内心的这种满足感 你包括缺姐的姐他就蠢 他就没有从缺姐的父母身上吸取教训 这个缺姐的父母就是这种阶层高的 本身出身阶层高的 然后找这么种出身特别低的 这种长得又丑的男人 缺姐的姐也是 怎么着你也是 这种吃商品粮大大的 你尽管你自己没学历 但是你不要找这种出身农村的男人 这种农逼啊 他不把女人当成康 就是要 而且还要打压你 还要虐待你 还要羞辱你 来立威呢 缺姐姐懂吗 他不懂 他觉得 看我学历又低是吧 我又骂死早是吧 那我就找个农村的这种大学生 还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他毕竟 他以前婚前是被人睡过的 这是缺姐要说一点实话 他心理价位对自己低了 可是呢 这个东西呢 你还是看你自身的 就是说成长环境 他跟你的这种价值观是不匹配的 成里男人他至少不敢明目胀胆 他没有这么强烈的自卑心 非要的羞辱你 虐待你 亏待你 来代表他的能耐 这种扭曲的心理 城里的男人还是少一点 你看缺姐的 姐他就不懂 结果他就被人家暴 结婚就被人家暴 自己还 然后农村男人还要从城里女人这里 骗房子 挖房子 你不得出套房子吗 缺姐的姐呢 婚前也相信过另外一个男的 也是农村进城的 那个农村男的就是跟他谈着谈着 就突然一种特别理所当然的考虑 你们家还不该给我们出套房子吗 还不该给我们出套房子吗 你看他们都不遵守 这是农村人的这种规矩 农村人是男出房子 就是女的嫁入男方家里 对吧 进城的男人是什么呢 你女方 你们家在这 你们娘家在这 你们家得给我们出 跟我出套房子 就软饭硬吃 你说这种 这种你说 城里女人 你是你们的 怎么就那么蠢呢 她已经是婚前 她已经看不上 这么一个农村进城的 这么一个男的 结果她还要找这么一种男 缺姐就 走就很明确一个标准 就是必须得是城市里长大的 不能是农村出城长大的 因为她们特别 内心是极度的贪婪 极度的仇视女性 极度的扭曲的 还要占便宜 还有软饭硬吃 确切看得多了 所以千万不能找这种男的 最起码你得找一个 你是城里长大的 你是出上面里长大的 最起码你找个城市里的 而且那你社会阶层不是特别低的 你也别找特别低的 她们内心 她们一旦她们开始的热情冷却 一旦是把你给睡了 那马上她们的这个就暴露原形 你包括黄野鸡跟她那个结婚日上的 那山东浓调 也是这么一个关系 黄野鸡 好歹你也是个大城市出生的 你也不用找这种 就是山东小县城里出生的 山东省济南市平行县出生的 你怎么着也是平替是吧 你找一个就你北京城里 然后跟你们家庭差不多 北京难道找不到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男孩吗 他就什么呢 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时速问题 他想靠男人来解决 就是索取 他觉得我出逼了 他认为他那种 从小学他就做厨祭的 那种野鸡的 这种逼很值钱 他就觉得我出逼了 我就付出了 我要获得超值的回报 那就是你的房子得给我 所以他那狗带老公 欧阳伯文也看着黄海基这么想 那狗带老公 欧阳伯文也想骗黄海基 你竟然住在老子这个房子里住了几年了 你得给老子弄个枫叶卡 这还不行 他妈你白吃白喝白住老子 这么多年 然后呢 你还得给老子搞个孩子 弄个孩子 其实那欧阳伯文他没有从生 他现在还没有想到 生物遗传学 遗传学的重要性 我黄海基是不具备遗传价值的 这种生殖价值是非常之低的 大概率他会遗传黄海基 长得这么丑 同时呢 还有多动症 还有躁愈症 还有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 这都是一种精神疾病 神经上的 精神上的 大脑发育上的 都有问题的 人格发育也非常有问题 然后欧阳伯文呢 他他内心他也是 人格发育非常扭曲变态病态的 然后他就随口这么一说黄海基当真了 所以说你们千万 就是走偶的时候 下一个视频 确实想谈一谈 这种COVID的 同时还爱占便宜 发现了爱占便宜 真是人类的天性 爱占便宜的这种 白人的这种 这种奇葩的事情 又是人类的 此次